宁王登基 宁德时代正式超过贵州茅台 成为基金头号重仓股 10月27日晚间 公募基金三季度报告披露完毕后 中正报援引天象统计数据显示 宁德时代超越贵州茅台 成为基金头号重仓股 数据显示 共有1225只基金重仓 持有宁德时代 截至三季度末持仓市值高达1171亿元 1217只基金重仓持有贵州茅台 持仓市值为1092亿元 此外 调明康德 武良业和海康威士 也进入基金前五大重仓股名单 另外 有数据显示 2019年二季度末 贵州茅台超越中国平安 成公募基金头号重仓股 两年多来 贵州茅台牢牢占据基金第一重仓股 直至2021年二季度末 而两年前基金最爱的中国平安 2021年二季度末 已跌出基金前50大持仓名单 AI财经社从贵州茅台三季报获悉招商中正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为持有贵州茅台份额最多的基金 持有746万股 截至目前 宁德时代尚未披露其三季报